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副董这边 这个买股票 买就好不要讲炒股 我连炒的本事都没有 真的还是需要专业的经理人 透过这样基金的管理的选购组合等等 来帮我们创造获利 所以有时候炒股真的不如买基金 这部分也分享一些经验 好 特别说对于2020的凶险 当然有看到希望有看到失望 那2021变数更多 你看做了很多分析 那些原则我都懂 那真的要更进去里面 哇 这个印度 就那么大一个印度 印度每个都好 这还是需要别人给我一些建议 给我一些专业的一些过滤 那这会很听你的意见 我觉得真的是看 你可以花多少时间在投资研究 因为其实2020年 我们很乐见 大家真的可以直接去买好的龙头股 是因为当市场恐慌性的时候 一定是先减这种护锅神山 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护锅神山 在美国结果涨的就是尖牙股 在台湾我们就是硬体 而且是半导体的尖牙股 在我们而言就是台积电 所以接下来没有这么容易的话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 还是有很多前辈是对台股很熟的 你还是可以继续做台股 而且可以自己买个股 但是我们说如果有一些 你可能2020年觉得钱怎么这么好赚 那我就是要提醒2020年 才刚开始参与台股的 你可能会觉得说 钱是不是都这么好赚 依照2020年的操作经验之后 2021年是不是会这么顺 那我就要提醒一些 你可能要多做一点功课 那如果多做功课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们就提到说你就把它分散 就是把你的范围变大 因为台湾的话其实跟废半 美国的话跟废半的联动性最高 因为台湾是以硬体为主 以供应链为主 但是美国的科技 为什么也可以涨这么多 平均有四成 是因为它有很多是实际上 有业绩的这种网络云端 因为美国真的是疫情很严重 所以很多获利 所以人家说为什么这一波 我们分析并不是像2000年的科技泡沫 因为科技泡沫那时候还是很多梦 如果说现在的确5G还是一个梦 但是已经在往那个梦走 但是美国这一次不是都涨5G 因为它也没有那么多半导体 它其实涨的 其实是有业绩题材的 像Amazon这样子的股票 对 实际上是赚钱 所以它只是高股价而已 所以我们回到说 那科技这个问题开始进入 比较困难的选股 如果你不想花那么多时间自己研究的话 你就可以用基金 包括我们说美国的科技基金 跟台股也是有差异的 因为台湾比较多还是硬体为主 美国的科技股就也还有网络 其他比较多元的科技产业 那另外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说 你就选有科技比重高的 这种美国的股票型基金 这也可以 因为你可能有一包钱 就让经理人帮你选美国 所有的好的股票 另外一包钱 我们就是说回到了新兴市场 因为大家也比较熟 亚洲的一些区域 所以我们归纳出2021年的策略 你就是要用 可以用基金来补足你自己 可能一部分是自己操作 一部分是用基金来帮你配海外市场 你比较没有办法自己研究的 就可以有两个 那标题下来很棒说 从过去的科技的一支独秀 要加上所以价值补涨 跟资金轮动到新兴的亚洲市场 OK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新的投资的一个策略性的精髓语言 我一直超推荐基金的 就是说它有分散风险的概念 也有专业人才的操作 我觉得那个对于我们一般 这个要工作要上班的人 他没有办法完全投入这一块 去研究没那么多时间的人 我觉得实际上一个很重要 我们可以拒绝杜绝很多那些 不必要的瑕疵 瑕想 诱惑 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对 这个副长做这个说明 我今天有一个手板 我特别就是说 也建议年轻的朋友 及早投资 那不用假的 那相信别人 比我们的专业来得强 是一件人生非常重要的修炼 不是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周文伟写一篇 这个某本书的这个导读 他说及早投资 不输努力读书和拼命的工作 他里面举了一段 我觉得非常的棒 他说股神华伦巴菲特 曾经说过 他说人生就像雪球 snowball一样 重要的是要找到 湿漉漉的那堆雪 和一道长长的山坡 雪球从山坡山上滚下去 越滚越大 所以两个要件 湿漉漉的雪 和一道长长的山坡 Life's like a snowboard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e finding wet snow and a really long hill 一个长长的下坡道 这雪坡道可以滚 人生如此 投资意识如此 重点就是湿漉漉的雪 和长长的山坡 如何找到 他说重点 看出湿漉漉的雪 这需要一点智慧和经验 不简单 你凭什么看这堆雪 20年前看得出台积电 这要专业 要专家 未必我们有 我们人生的经验 我们的训练可能不足 但是重点说明这句话 但是长长的山坡 你我都有 他说巴菲特 十几岁的 我最近十三岁 他就开始投资了 这个周末 他说彼此三十几岁 才误出说 投资的真谛 这个道理很清楚 就是越早开始投资 越年轻开始投资 复利效果也好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并不疏你 努力读书 和努力工作 这条长长的山坡 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你越早做 你自己下定决心 少花一点 多存一点 赶快投资 但是斯陆路的这一滩雪呢 不是大家都有的本事 或许就要麻烦专业的经理人 你帮我们组合那堆斯陆路的雪 那我也很早就投入市场 我也建构自己长长的山坡 两个东西配合在一起 这个雪球是可以越滚越大的 OK 回到这边 那副统 你要介绍 对 我们2021年的一个策略 其实可以用台语讲 就是相相对对 万年富贵 相相对对 因为我们说一直读 就是你2020年 大家都知道买科技股 买半导体就对了 那也就是对的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很多的面向来提到 2021年会轮动 那散户最怕的就是 在市场波动的时候被洗掉 因为其实高价股有时候拉回 它可以短期很快的 就回挡一层 但是之后再飙 那这个过程当中 不见得大家是能够体会得到 那个过程 能够忍受继续持有的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说 如果你是刚加入这个市场 那2020年也有不错的一个获利 2021年如何重新调整 那我们就是为什么要相相对对 除了科技之外 你要选择多加一个补涨的 因为我们刚刚说 有一些工业金融都可以 那2021年毕竟我们还是看好 它是景气的回升 那利率有可能稍微上扬 这也是刚刚为什么提到说 有一些金融股会开始补涨的原因 那美元偏弱 这样子也是因为市场觉得 民主党全面执政之后 会印更多的 让这个财政刺激方案 还会大傻币就对了 对 那这个美 但是市场机会就蛮多 因为资金开始乱串了 不是指全部都到科技股 所以对于存股族我们怎么配对呢 如果两个题材 它就是主流科技加上补涨题材 两个在轮动 就像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 主流科技 OK 科技是从年初涨到年尾 但是最近一两个月 开始有工业金融 跟这些新型市场在补涨 所以双题材 就是你要有美国科技 然后也要有亚洲新型市场 那第二个双核心 所以这就叫做美亚双核心 美亚双核心 对 这两个都要有 那如果你是需要利息的话 我们说 其实2020年 把这个台币升值算进来 其实债券 保守的投资人 其实反而2020年 其实是亏钱的 比较多 因为 所以你如果觉得说 景气不好 我就反而保守 反而是2020年 反而是赔钱的这一群 你越保守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 为什么考虑到政策 因为政策的方向 会主导资金怎么去跑 跟提前去反映到 金融市场的变化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 2021年 股还是有余债 如果你真的需要领利息的话 你就选平衡基金 OK 一样我们刚刚说 美亚为中心的 美国的平衡型 再加新型市场的平衡型 就是把新型市场 跟美国的股票跟债券 都让经营人挑了 但是它还是可以 每个月配息 所以你就要用平衡基金来 这个每个月的收入 替代你原本很保守的 那我们就建议 如果你手上 真的有很保守的 什么政府债 可投资期债 在2021年 可能一定要下降 投资比重 下降 他那个 投资比重 因为资金会流出来 OK好 刚才这个 富龙讲 这个很多都是专业的 我想我们大概听 都是一些原则性的概念 但事实上 这背后有很多 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部分 因为大家应该更用心的 去学习一下 OK好 这个我常常投资 我很喜欢这个广告 这个广告是帮汽车做的广告 是宾式汽车 它这个 这几天不台湾开始下雪 它是卖高档 有四轮传动的车子 它的广告 就这样你看 这个一个速限标 什么有60 80 70 50 你到底要遵守哪一个 可是它在高档车的告诉你说 一股力量分散给四个轮子 OK 最精明的投资 就是一股投资的力量 但是我们透过专业经理人 给我们分配到四种不同的路况 这个轮子60 这个80 70 OK 这一路应该是相当的平稳 OK来 金氏与最后的意见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刚刚一直讲到说 金氏市场 有拉美的 然后有亚洲的 我一直对印度很感兴趣 就是说在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着重说 如果在亚洲这一块的话 如果印度的比重 稍微可以放得多一点 因为为什么 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在全球的 这个地域的地缘政治上面来看 印度的重要性也整个被拉起来 那所以我觉得它是不是也应该 会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好机会 是 因为印度其实也这一波 大家资金撤出中国的时候 赶快跟欧美友好 就说你撤出中国的厂 可不可以来我印度想要争取 其实东南亚的确有一些都受惠 到中国这中美关系的紧张 那的确以国际资金来看的话 到亚洲其实都是挑 印度什么强 印度的软体很强 印度最早其实就是在美国英国 其实在亚洲很重要的据点 所以在科技的部分 他们是强的 那在半导体亚洲大部分 其实美国跟韩国 其实台湾跟韩国就是重要的半导体 会买这些 所以你如果看到外资到整个亚洲的布局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 其实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亚洲各国的股票 的确印度当中 其实就国际的竞争力 他们在软体的部分也很有实力 那另外它就是人口多 所以我们也看好印度本来国内的一些消费 内运市场 对 内运市场 所以的确在整个亚洲的区域 大部分配重最高的会是中国 接下来就是印度 韩国跟台湾 OK 好 非常谢谢今天三位精彩的语谈 这个我过去有一本杂书 我也没认真读 但这个标题我每次想到很有意思 这叫这个张景富写了一本书 他叫做M型的穷人 只要面子 不要印钞机 我是很不太多的像这个标题 OK 问题是我没有专业技术 我怎么分析面子跟印钞机的差别 所以要发大产 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 帮你分辨出说 你到底拿的是一个面子 还是拿到一台钞票的印钞机 也祝大家新年财富满满了 扭转乾坤 KoKoKo 立刻财富就到了 好 谢谢三位 我们下礼拜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